过年多数民众返乡过节 但也有少部分的人 或许因为要上班 无法回家吃团圆饭 就有不少餐厅业者决定不休息 而且还打出了春节优惠 年糕高丽菜大火快炒 加入高汤辣粉阿根廷大鱿鱼 整只裹粉下锅油炸 摆在上头就像辣炒年糕中 长出大朵巨无霸鱿鱼花 辣鸡翅海鲜煎饼 还有关东煮新春套餐千元油炸 牛肉汤也能半价夹构 过年期间没休息 照常营业造福外食族 如果要跟朋友出去的话 会蛮方便的 还找到地方可以聚餐什么的 听起来蛮划算的 过年要上班不能返乡过节吗 别难过不少餐厅 年节期间不打牙 还加码推出新春优惠 经营剔透生龙虾 生食干贝鲜鱼还有大生蚝 生吃煮熟吃任君挑选 一口海鲜一口高汤 配上珠宝和海鲜冻 海胆天使红虾黑鲫鱼 淋上红宝石般尽量鲑鱼软 新鲜海味舍舰绽放 过年的话我们是除夕营业到六点 那我们其他时间的话 都是正常的营业 加码可以抽奖 春节造成营业 消费满千还能抽奖 过年这位像吃火锅 小资族经济款也有 内地饱满基佛麻油姜片快炒 就连铁板串烧通通无限享用 火锅自助吃到饱 菜盘熟食琳琅满目 春节再推限定基佛料理 帮顾客暖软身 也让旅居外地的学子上班族 年节不孤单 记得黄志杰曾韵欣采访报道